它下4元買了的 它說一直都沒有回到它的買入價 現在應該怎麼處理 我覺得平安其實現在很典型是一種類似煙豆腐 就是一種是價值來說 真心來說是非常偏低的一種的股票 而也都進一步就是說今年那個業績無論怎樣都好 都近乎肯定不會比去年差的了 就是說今年應該會比去年好 因為其實在華幸福裏面的回落都已經完全是回落了四分之三 剩下那四分之一也都有機會可以在會計的制度裏面 是有機會不用回落的 因為其實華幸福它現在還在安拉的 不是回落了拉 就是說它不是退市 而且就是說近來地產都有不少舒服的措施 所以在會計制度上是真的有機會那四分之一是不用回落的 就是有機會 那就算即使退一萬步是要回落都好 那都是最後那百多億而已 那對於平安保險 如果一年盈利和一年盈利那一千三億的企業 其實都不是一個致命的障礙 所以就是說那個陰霾我覺得在投資收益那一刻已經過去了 那往後呢要重拾回它的估值呢 它主要就不是投資那個factor了 當它痛還是私痛呢 不要再搞了一些胡亂的投資的基礎之上 那它要去收穫的質地呢 就真的要在保險那裡 譬如說那個 普特地利率是回升了 或者是那個A準的人數是回升了 或者是那個失業務的價值是有個比較好一點的 雙位數字的回升不要連連都雙位數字倒退的 那這些東西是可以做到的話呢 平安保險其實要修復多一陣的失地呢 其實也都不難事的 也都OK 那所以我覺得 下來幾元價格買入的投資者也不需要說 因為現在近來 特別在疫情封城 短暫的情況 影響了投資情緒 而令它有一個比較折氧的壓跌了 你就在一些恐慌期去止蝕 其實當可能一天都乾淨的時候 這個到時候股價急期一旦 到時候你又後悔了這個 所以我覺得平保相對 我都會比較偉意一些 和樂觀一些 都可以保持住的